总经费超过一亿六千多万元的 宜兰县原住民族多功能会馆 已经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工 目前已经完成了二楼结构混泥土的部分 而县长林子庙今天也特别到工地视察 并也指示要如期如值完工 原住民族多功能会馆是县政府重大施政计划 县长林子庙非常重视 今天特别到工地来视察 并指示要如期如值完工 今天特别来要求品质 希望能够让我们原住民的多功能馆 能够如期完工 然后品质一定要要求 再来我们的产业面 还有我们的服务面 还有我们的观光 都要齐头并进 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些 和育儿的教育也很重要 所以对于我们的原住民多功能馆 他的多功能就能够发挥了原住民很多很多的功能 会同视察的孙康玉惠以及 陈杰玲等两位原住民级的县议员 则是建议县政府在会馆启用之前 将原民所提升为一级单位 并搬到这里来办公 所以我在这里希望我们的县长为了善待跟照顾我们原住民的部分 期待在完工启用之前把原民所提升为一级单位 这是我们的期待 所以县长你可能要加紧脚步 在这个馆还没有完成之前 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先成立原民处 那么让原民处可以树里成章的搬进来服务 那么未来不只是创造这个地方的观光价值 还有整个对原住民的照顾 对原住民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 未来是绝对有非常大的成效 而宜蘭市集的黄定河以及庄书如两位县议员 则是希望会馆启用之后 能带动宜蘭河北岸地区观光的发展 这个地方新店过去是未开发地区 现在会馆建好之后 前面8米后面12米 在旁边有环市道路 在前面一点点是联络A道 它能够接高速公路下来 然后联络A道街搭坡路 然后再接到台湾庚县就是双卡堡了 那以后这个地方生活取机非常顺利 相对的在宜蘭河的北岸这样子一个区域发展 这个是针对高速公路下来之后的一个新发展的地带 能够让我们宜蘭市更加的有国际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能够让多功能原住民会馆展现出最好的一个特色型的一个公园 能跟连结我们的会馆 那能够让我们的市区多增加一个原住民的一个特色 会馆规划底下一层 地上六层 将可提供原住民多元性的服务 并促进文化观光发展 以及族群交流 宜蘭新闻记者 LINE福星采访报道